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最大的美食家 因为我嘴很馋 然后我一直在说 如果今天我不做艺人的话 我就是变成一只猪 因为我太喜欢吃了 那么今天呢 我带大家来的地方呢 就体验一下 就中西河壁的那种菜系 然后呢 英文叫Fusion的那种菜房 那今天我们在这梧桐餐厅 我之前来过很多次 然后呢 快要过端午节了 那我今天看到有几款菜 我觉得蛮值得推荐 也是很想试一试的 首先呢就是粽子 传统的粽子应该是很大一个的 然后今天的粽子呢 是它做的那么秀奇那么小 让我们先来试一下 让我来形容一下这个粽子 它其实 和传统粽子有点不一样 它可能用的那个 这个糯米可能更精致一些 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吃的米糕 然后呢 它里面放了一小块的火腿肉 然后呢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 和那个大粽子是截然不同的 小时候有一些小粽子 有没有看过 就是那种用很小包的那种小粽子 它那个糯米比较实 然后呢比较筋道 那么第二道菜呢 我最喜欢吃的是 看我的简历大家会知道 西瓜红豆是我最喜欢的 那今天呢它把那个红豆呢 放了一些类似于抹茶的东西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 好像是有点像那种抹茶冰淇淋一样 我不知道是不是抹茶的cream 那我来试一下 嗯没错 它就是把那个红豆和那个抹茶放在一起 嗯味道还不错 因为这个大家知道 红豆如果弄甜的话会很腻 那个抹茶呢 它甜呢 还是有一点点那种清香在里面 它会减掉一点甜 味道不错 这个不能多吃要胖的 太甜了 最后这个呢 燕窝吗 看上去很像 因为我妈 每天晚上 就给我做燕窝 实际上呢 我听就是 我去买燕窝的时候 卖燕窝的人就跟我讲 就是真正的好朋友 跟我讲说 燕窝啊 其实你不管买贵的 还是买便宜的 其实它的功效是一样的 所以有的时候 不需要贪图那个贵 这燕窝也蛮好吃的 好了 今天我全部推荐完了 那我们来总结一下 第一个就是 所有好吃的东西 不能吃太多 因为 所有好的美好东西 都不能过量 太过量了 爱过量了 也就变成一种负担了 然后玫瑰花很美 然后它会有刺儿 然后吃东西美食 也是适可而止 吃好吃东西 品尝到了 够了就好了 关注精品购物指南 关注2013金城白领 美食大厂 大家好 我是胡斌 《护士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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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